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想继续和大家谈谈香港立法会选举 其实不是我想欲霸不能 而是看到很多外国媒体在不断说 今次选举多不公平 又多破坏一国两制的原则之下的高度自治 就是我们不得不说的 又刚好我们国务院出了一份白皮书 那份白皮书其实是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民主 我觉得很有必要和大家谈谈 开始之前可乐先和大家打招呼 可乐快点乖乖不要看着我才行 我们来了 其实我们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 七国集团的外长星期一 就是在12月20日的时候 和欧盟高级代表共同发表声明 就表示香港的新选举制度 严格地限制了选民的选择 破坏了香港在一国两制原则之下的高度自治 他一份声明里面就这么说 就是G7 G7是哪七个国家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 就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这个组织成立在1973年 1976年加上加拿大和意大利 就变成现在的七国集团 即是七国这么乱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是挺混乱的 大家都是因为利益所以聚在一起 我旁边那边就是那份报告 其实他特别提到 注意到12月19日 香港立法会选举的结果 对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民主受到侵蝕 表示严重的关切 声明里面呼吁我们国家 要按住中英联合声明 中英联合声明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是一份声明的 有没有法律的效用呢 其实不断地说中英联合声明 中英联合声明 其实为什么你说不按照基本法 和按照现在香港所行的制度去讨论呢 他又说按照中英联合声明之外 还有其他法律义务行事 什么叫法律义务呢 其实现在已经回归了 那时候的声明只是那时候 大家要谈清楚 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向 接着按照基本法就去做了 那基本法我们都说了 这个是一国两制之下的法律 完全呢 香港是要依照我们国家的宪法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去执行的 那其实你说 他就表示要尊重基本法 给予香港基础人权和自由 香港有没有基础人权 当然有啦 你不要在那里胡说 那又说香港又没有人权又没有自由 那难道你的才是人权和自由 这些呢 又在干涉我们中国的内政了 一国两制 不是说两制是完完全全独立的 一定要在一国之下才有两制 就是搞清楚 就是我们大家都很了解到 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个 选举或者是民主 或者是自由人权 其实没有受到任何侵害的 只不过在2019年 和2014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香港是一路一路混乱下去的 原因就是被一些外国势力的侵扰 那令到香港呢 真是非常之混乱 越来越走向民主化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来的 那声明里面呢 他又继续说了 联合声明呢 这份联合声明 不是中英联合声明 他们这一个七国集团 和欧盟的代表呢 就呼吁香港和中国政府 恢復对香港政治体制的信心 怎样恢复对香港政治体制的信心呢 如果你再这样混乱地搞下去 我想每一个香港人都没有信心啦 是不是 就是如果大家觉得 喂 我们要恢复信心 同意现在的 就是新的选举制度 是不是 我们的换届立法会之下 才是真正的民主 大家有信心的话 请加一 是 一会儿我们也会希望大家 多点讨论 互相交流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 是很重要 最近都要继续谈这个议题 因为西方正在不断抹黑 还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 西方的社会上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们国内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每一个欧洲 或者美洲的国家 全部都是 你可以说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 中国都没办法独善其身 这是一定的 那么呢 他就表示 我们啊 是停止 就是我们是不合理的 镇压 推广民主价值 捍卫自由 和权益的人 就是希望 就是这班人 不要继续镇压他们 喂 大哥啊 他在破坏 就是违反香港的法治 你哪有可能 不去阻止他去犯法呢 以及既然他犯了法 是不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么这个层面 大家都非常之清楚 是一定需要的啦 难道你告诉我 喂 犯法 我就不需要坐牢吗 不需要为你自己曾经 犯过的错误而负责 没有可能的事的啦 是不是 那么这个整个情况呢 我们就觉得 很匪夷所思的 就是我们经常都说 他们双重标准 就是这样的意思啦 那么你说 我们有没有双重标准呢 我们其实很简单 我们说的是 是其是 非其非 对于其他国家 和对于我们自己国内的人民呢 我们都是一个原则 一个标准的而已 就是 人权就是人权 民主自由 我们都有 我们希望呢 每个国家以他人民 为首要目标而已 就是令到人民生活 觉得愈化幸福 那么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么他又说呢 另外一方面呢 澳洲 加拿大 纽西兰 英国 这些呢 和美国所组成的五眼联民 五只眼 在早前呢 亦都发表联合声明就表示 注意到香港 立法会选举的结果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中的民主元素呢 受侵蝕 表达严重的关切 其实 有没有受侵蝕呢 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投票的自由 和 你可以去投票 可以不去投票 这次是公开的选举 不是一个小圈子的选举 地区直选 是有的 那这次 其实 为什么要少了直选议席呢 最重要的就是 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审查制度 以及 你不断有很多的直选的议席 其实这些直选议席 它代表什么呢 就是民粹了 以及容易被人操控和操劳 所以我们叫这次 做完善选举制度的 第一届立法会选举 其实这个立法会选举 对于每一个香港人来说 真是重中之重 而我们看到 建制派的得票率 我纯粹说的得票率和得票数字 是创了历年的新高 大家有看我下五条片 就已经很清楚了 这个呢 创了历来的新高 我们有124万人 去投了建制派 或者是叫建设派 甚至是爱国爱港人士 其实是不为过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要组织 组合了一班朋友去投票 而且这次也有很多我们不满意 觉得他为什么会入责的人士 进去里面 可以参与这一场选举 作候选人的 譚香文 冯检基 还有很多 有些伤人 自称是伤人 其实背后是老豆找儿子的 背后的一些资助人 这些都可以参与的 我们真的看到觉得很不满 所谓的泛民 比如民主党 公民党 这次没有派人参选 他们可以派人参选 看能不能进入集 你又不去尝试 你又觉得不行 那就算了 是不是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 他表示这件事 有新的审查程序 其实是限制了选民的选择 我觉得我限制到 有很多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人 都可以进入去 他说这些变化 是消除了所有少有影响的 政治反对力量 民主不一定是正反两面 民主有我们所说的民主协商制 你说政治的反对力量 是不是社会上股 一定要有反对力量才好 不可以大家一起谈一谈 议题应该如何去调节 如何去做 因为我们知道 以和为贵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 其实不可以再容许撕裂下去 西方的所谓选举政治 一直在撕裂人民 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个 好的政治方向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绝对不是 那里面 也都是 他们继续敦促我们国家 根据其国际义务 来采取行动 尊重包括中英联合声明 所保障的香港权利和基本自由 喂 你有没有多东西 经常提到中英联合声明 你真的有没有问题 你自己 整体来说 你根本就是借机去搞事 借机去干涉我们国家的内政 同意的加一 也是 改网友 这五国的外长 所谓外长 还对香港国安法造成的 港泛航线效应 以及对讨论言论自由 对言论自由 和集会自由的日益限制 表示严重关切 我真的要说 你美国真的没有国安法 有些黄人搞笑到跟我说 喂 美国是没有国安法 我就真的觉得很奇怪了 为什么美国没有国安法呢 你自己 我自己也看到的 美国其实 是有国安法的 那整体来说 你如果 你说美国没有国安法 喂 这些是你自己 就是 无知 真的 你的无知 你就觉得就是 喂 澳洲有没有国安法 你不要跟我说 新西南没有国安法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地区 都有它自己的国安法 每一个地区 其实都是附属于它自己的国家 就是中央政府的 那难道你说没有吗 那你告诉我 那你告诉我 其他州份 就是美国那么多的州里面 有没有国安法 有没有 要服从美国国家安全法 你不可以说 这一件事就是限制言论自由的 喂 那你这些不是商标是什么 还有你的长臂管车管来香港 搞什么呀 你真是 我真是不明白 就是这帮的外国人 究竟可不可以 放多些心思 在他们自己的生计上高 或者自己的经济贸易上高 甚至是研发上高 不要搞那么多政治的 我知道你们要选举 但是选举不代表 你说的是完全对的嘛 那他就表示 香港有不少的反对派政界人士 包括国安法 47人案的大部分被告 仍然被收压候审 或者流亡可爱 那些不叫流亡 那些叫逃串 对不对 你违法 你就要作出你自己的责任 你要负上你的责任 不要每次都说 你是流亡 你是被压迫 你没有犯法 没有人会理你的 在任何国家 任何地区生活 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不是 我们为什么会有 逃犯引渡条例呢 我们必须要有这条条例 我们才可以引渡 那些逃犯回来国家受審 这些不是政治问题 这些是违法问题 你煽动其他人犯法 喂 打扎抢销 难道你不用负责 这个是离了大谱 是不是 那其实呢 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娟 赵立娟 就在离行记者会上 就表示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特别人政区 选举制度如何设计 如何完善 如何运行 其实都是我们中国的内政来的 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的 我自己的政治制度 关你什么事 我不如改你美国的政治制度 没可能 我们又不是美国人 都不关我们的事 你喜欢怎么走 你就怎么走 那你不如关心一下自己 即是内部的情况好过 我们的外交部 已经多次是明 我们的意向 以及意识是怎么样 你为什么又不理呢 那其实呢 这些国家 真是打转民主的房子 插手香港的政治 干涉中国的内政 阻挠中国的发展 其实你觉得这样玩短板 很有意思吗 我们继续在发展 但是呢 你就继续在抹黑 那这些抹黑呢 是无日无之的 即是不停这样搞事的 你烦不烦啊 尤其是老美 你是不是真的很多 很空没工作呢 好心你 就顾一下你的美元 顾一下你自己的经济 顾一下你自己的物流 是吧 这些的时候全部都很重要 你的生产链 运输链 其实的时候 你都出现了极大问题 哇 你的货席收入鬼死那么贵 升了四倍 你又怎样去运输路 图上都可以搞定呢 还有你的零元扣 哇 这些都是太多东西了 大家一起搞 经济不好吗 喂 你没有理由 用你西方民主 或者白人的思想 去左右我们的 所谓的 就是我们的 本身民主的概念 你的民主概念 是要两者斗争 两者相斗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民主 是希望协调协商 因为你是一个共融的社会 中国的种族又非常多 57个民族 就是大大话话 那你57个民族 怎样一起在地区里面生活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牵涉到民生 以及我们的政治 我们公不公平 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 解决一些少数民族的问题 还有经济发展 各方面 每一样东西都需要的 你这么多东西搞 你这帮外长 或者是领导人 你不断地抹黑中国 其实对你来说 是有好处的 因为你选举需要 而且因为美国的媒体 抹黑得太厉害 所以的时候 对中国有很多误解 你是不是亲身来过中国 你又没有看过中国的发展 你又不断地说 自己做得很好 就譬如好像印度 其实也是一样的 印度做得好吗 你说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吗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印度的人民生活在 水深祸意之中 你根本就不清楚 你整体来说 你就在表达出 你的关怀 你的关注 好心你 你不再是世界的霸主 白人同志们 麻烦你们搞清楚 这个世界 是属于全世界的人 包括白人 黑人 黄种人 中式人种 不同的人士 都是这一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世界的持份者 我们都是地球人 每个地球 都有不同 他自己生活的一个方式 又不见你说中东 中东就不民主了 中东这些才不叫民主 美国也逐渐走向 不是民主的地方 你跟我说这些东西 你在搞什么 你在跟我说 你自己很伟大 喂 有很多地方 都是你自己搞乱的 又实施了所谓的民主 这样才令到 我们全球 陷入一个水深火热之中 这个情况是怎样的 我真的不明白了 香港 即是 选举制度好不好 就好像我们的赵立坚说了 要看看是否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 是否有利于香港的长期繁榮稳定 和长治久安 香港特区的立法会选举 是否成功 要看看整个选举过程 是否依法 公正 和有罪地举行 选举的结果 是否有利于香港整体化的利益 和长远发展 才是 你一直在搞民主 那你西方国家 就不断去玩残自己 你在玩残自己的过程里面 你就不要说 喂 中国这件事做得不好 那件事做得不好 喂 搞定你自己先 即是每一个国家的制度 其实都有问题的 我们不断去完善它 难道你见到有问题 你不改吗 这个是没可能的事 如果 你说你不改 OK That's fine 你自己决定 但你的选举有问题 你是不是要去调节调整 就好像在功课做得不好 你是不是要去改变一下你的整个选举制度 到现在 都是用代理人的选举方式 选美国总统出来 那这个当然是尊重了 美国有不同的选举方法 是吧 英国有不同 你想想其他国家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选举方式 去形成一个领导层 那这些领导层 能不能做的事 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那我们的领导层 我们所采取的 是民主协商的方式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面对的国家 去处理好我们自己国家内部的事 我们不希望有争拗 有什么有商有良 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有商有良 那这个是我们实际上最想面对的问题 那其实呢 今次呢 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 创历史新低 那这个历史新低 我自己也说过 我公开了 但也有人煽动说 喂 你不要去投票 甚至是有人违法这样说 你要去投白票 那还有呢 投费票 那有什么意思呢 那你就是 你不认同这个选举 所以你这样做 所以投票的新低 我觉得是 就是非常正常的 今次虽然只有30.2% 但我觉得问题不大 那赵立坚呢 就说 分区直选 的投票率 比往届 是有所降低 是有多重原因的 既有疫情的影响 亦都有反中乱港分子 和外部势力的干扰和破坏 那这个呢 这也证明了 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 那这个是 绝对是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 我们之前已经立刻做事了 在选举完之后呢 我们中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 在12月20日呢 就立刻 发表了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 表示呢 第七届的立法会选举 标志着 符合香港 实际 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 卖出了重要的一步 那这个绝对是 你又表示呢 就说是一个小圈主义选举 我就觉得 怎会是小圈主义选举呢 其实台湾 有很多方面 他们才是 喂 你真是利用民粹 去欺骗很多的民众 你说你的选举是什么人 什么选举呢 还有你一直在说 喂 香港是逆了民意 其实你一没有看到 其实我们正是信任民意 我们真是要令到香港 变得更加好 还有令到香港 可以继续向前走的 因为生活 对每一个地球人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 不管你是什么国家 你是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所有的人民 都是希望自己生活过得好的 如果你说生活过得不好 真是你 搞来干什么呀 你真是有民主 所谓的民主 西方所谓的民主 你就有自由 你真是连饭都不用吃 然后不自由 模拟死 那你随便去 你就自己去 搞你自己要做的事 是吧 就是我们尊重你的 你既然那么想去 选择 你的自由 你就去咯 自由到呢 我可以拿着一支 一支木仓 就周围去做 我自己想做的事 我们都可以随时 走进别人的店铺里面 去进行 不用钱的购物 那这些做法 好不好呢 还有 又不顾人民身体健康 你好像 你看到台湾的公投 那样 这是什么公投 简直是垃圾 完全犯政治化 你说公投是否一件好事 那我跟大家说过了 在这里就不再质述了 其实呢 我们的一国两制之下 是真正要给香港 实行所谓的民主 西方式又比较偏向 但是的时候呢 这个民主 是有个限度的 不是说 我可以任你来破坏 我们的駱惠宁主任都说过 其实香港是有短板在的 那这个短板呢 其实我们要解决的 当我们有问题 我们就去调节 所以国安法 完善选举制度 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 我们绝对不可以 因为我们见到这个问题 而不去解决的 那我们都看到 今次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 一国两制下 香港民主发展的白皮书里面 其实里面有很多篇章 是值得大家去细细思索 和探究一下的 那譬如 最重要一点 我会今天说一下 他的前言先 因为呢 时间的关系 我们都不希望节目做得太长 那在这里呢 节目做到中间的时候 我们都呼吁大家 去订阅大卫sir的频道 记住你的支持 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 那记得按赞 和分享给其他朋友知道 那看完广告 有很多朋友看广告 如果太长的话 就不要全看了 我去呼吁大家 总之一句说完 记得支持大卫sir 感谢大家 最重要 是多些将我的频道 和你的朋友推荐 表示这个频道 是一个知识性的频道 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 看得更加多 国际的形势 和中国 香港的情势 是怎样 这个白皮书的前言 是这样说的 他说香港 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 根本就没有民主可言 中国政府 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 创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制度 并且在实践中 支持其 不断完善发展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建立发展香港民主的决心 诚意 以及付出巨大的努力 是一以贯之的 有目共睹 我看得很清楚 再问一句 在英籍时期 我1968年出生 我们有没有看过 英国有任何民主呢 其实没有的 听过很多故事 包括六七年的时候 有暴动的情况发生 其实我们一看到 英国的民主是完全没有的 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 当然我的节目里面 有不同年纪的人 我们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只是六十后出生的 我们看到 整个香港没有所谓的民主 贪污也非常之多 大家知道 有履落 这些贪污非常之多 而且你看到很多警察 其实都是外国人来的 也看到 香港的华人警员 其实是有 但你做到高级的也很少 包括财政 行政 立法各方面 都是以外国人居多 当然 后来 有钟日杰 邓廉愚 这些 香港的议员过去 但是他们是一些受英国文化分图的人 对于每一个香港人来说 那时候 你一定要偏向英国的 而且英国你要进去 我们香港的殖民地 当时的殖民统治之下的政府去做事 其实你也要做一些资格审查 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审查 看看你是不是左派 右派 那些 那你说这些政治审查 是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会有呢 这个是需要的 尤其是在管治之下 那时候香港 香港是否自由 你有自由 你不要谈论政治 那就OK了 那现在香港 你只有参政 议政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香港 是不是在 特区成立了之后 我们真正回归之后 我们就有民主呢 那大家可以 是的话 就加日 不是的话 那就不是咯 那就不要留言咯 或者加以咯 那对于我来说 我就是看到 就是香港 其实在目前的情况来说 它已经是 选举上高 已经做得很好的了 而且呢 提供了很多路向 给大家去参政的 但是你选不到 就选不到 因为公开投票的东西 我没办法压制你的 这是一个原则 那么呢 白皮书里面 就继续再说了 一个时期以来 受到各种 内外复杂的因素影响 反中乱港的活动 就非常猖獗 那么香港局势呢 一度出现严峻的局面 那么我们知道 2019年了 是不是 真的很严峻的 喂 差点被人颜色革命了 那你说这个呢 是不是很严重呢 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 我们绝对不希望 发生这种事 因为这个 我们一国两制之下 香港澳门 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迟早也是的了 非常之快 大家看着 那么呢 他就表示 香港反中乱港的势力 勾结外部的敌对势力 屡屡地阻挡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发展 他们以争取民主为名 行崩裂国家 颠覆政权之实 意图将香港变成实施 颜色革命的桥头堡 严重地冲击国家 和香港基本法 既定的宪制秩序 我们都知道 宪法是重中之重的 基本法 其实是一个小宪法 我们说的是 特区里面的一些标示 但是不代表它是脱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而可以实施的 所以的时候 我们都很清楚 其实今次的所有的行动 他们都是去破坏香港 和香港可以被分裂出来 这一个 每一个国家 其实都不容许 我们没有去侵略其他国家 我们希望大家公平公正地做生意 互相做贸易 互相合作 去发展 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但是 我们一定要防守自己 我没有理由那么笨 让你不断入侵 不断破坏香港的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其实 这一个是危害国家安全 損害香港的繁荣 稳定 这个绝对是 我看得很清楚 其实 他白皮书里面就说 中共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就在新形势下 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 这些重大的问题 作出一系列的重要论述 为推进一国两制 实践 首先 恒稳致远 提供了根本的遵循 我们也看到 就是当时 2019年的时候 我们习近平 主席 都不断在说 围观被视平身此 为什么呢 你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所有官员都有责任 现在我们 是必须要遵循 一国两制的方针 和香港的基本法 由香港本地的实际 去出发 依法有罪进行 针对近年来 香港出现的政治乱象 和它造成的严重危害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 审时度势 作出健全依照宪法 宪法 大家记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和基本法 对特别行政区 行使全面管治权 这个全面管治权 是一定的 你没理由不管治 大佬 这个是中国的地方 不管治 说不过去 是不是 所以的时候 就原始 和宪法和基本法 实施相关制度机制的重大决策 推动建立 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的机制 大家看到了 国安处 国安公署 这些都成立了 其实是很必要的 我们低调地实施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没有问题 有问题 至少我们可以作出 一步的处理 进一步的处理 好过以前那样 没有染鸡笼 现在呢 就真的撥乱反正了 难道大家不开心呢 我们都很开心 我发觉自己更开心 因为香港真正的时候 是达到我们 即是一个协商式的民主 就开始出现了 我们看到 整体上 今次当选的立法会议员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爱国爱港的 我们就觉得很安全 很舒服 终于可以好好地以政了 这方面是我们所想见到的 当然有很多说 其实今次是建制派 都很建制派 但我觉得 不要紧要 我们慢慢来 有政治的 不同的意见 其实是很清楚 很清晰的 但不要紧要 为香港市民 始终是最重要的 以及配合国家的发展 这里呢 我们真的坚定了 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这一系列 其实是一个 治标 和治本的 两者兼治的举措 来的 推动香港局势 实现由 联道治的重大转治 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 民主发展 重回到正确的轨道 中央政府将会坚定不移 全面这样 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的方针 记住一国两制 我们必须要做的 我们不是告诉大家 我们不做这件事 其实不是 正正相反 我们是需要做的 因为一国两制 对于香港来说 香港人来说 是一个盆石 而且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们去看到 我们要去做出一个良好的示范 给大家看到 一国两制 我们是不会涉及 有很多破坏民主 民生 繁明 人权 自由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 去令到香港 变得更加好的 这就是香港的实际情况 亦是符合香港目前需要的 民主制度 其实 发展完善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 对于保障 香港居民的民主权利 实现良正善治 确保香港长期繁明稳定 和长折稿案 是具有重大的意义来的 回顾香港特别行政区 民主的产生 和发展的历程 进一步 释明了中央政府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 民主发展的原则和立场 记住 一定是要有中央政府的 如果你没有中央政府 其实你只有一把口说 这些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呢 我自己觉得 就不是了 所以的时候 要配合整个国家的策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无论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香港人 你也是中国人 这个是你可以选择的 你不喜欢的 就是移民 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香港身份证 其实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如果不是 你为什么会在内地 很快的 即时拿到内地的居住证呢 澳门居民也是 台湾也是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政策 去推动 去令到大家受惠 这一方面 只是希望 有一些人 即是有一些 可能有政治立场的人 他真的要想清想错 无论你繁体字也好 简体字也好 其实都是一样的 没有分别的 这个不是在走中文 无论你讲普通话也好 你讲广州话也好 或者甚至觉得这个是香港话 其实你也没问题的 你在香港的地方 你不就是中国的地方 这个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所以 这些原则 我们要很清楚的 我们真的要做到正本清源的 我们要了解到 中央的一国很重要 没有一国何来两制呢 鸡山蛋 蛋山鸡 怎样也好 其实有国家才会有香港 之前 被英国殖民统治的时候 那个是过去的历史 亦都是香港人 和中国人的屈辱 我们搞得很清楚 你可以说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香港的经济发展得很好 很有自由 但对不起 你是只有经济的自由 你根本没有所谓民主的自由 因为他根本不会被民主 你还是在殖民统治之下 想清想错 那时候 香港人全部固住赚钱 你看投票率高不高 你不要跟我说 那时候投票率很高才行 你根本 你是被限制之下的 根本那种 就是真正的了聋民主 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还有我们不断受英国人的弃压 那难道大家真的没有想过吗 你有很多的奏学 或者是奏业上高 如果你是读左派学校的 又或者是我们看到 一些右派的学校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都是不给政府机关里面做的 因为他想将你 中国人的成分 是减到最低 那这些减到最低 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 是不是一件绝佳绝妙的事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没有了国家的认同感 这一方面是最重要的 跟着我们最重要的是 互乱反正 就是何君堯议员最喜欢说的 在这里恭喜他 就是再次当选 那冯伟光 冯sir就很可惜了 没有当选 德德又没有办法入集了 我们期望 未来的新一届立法会 可能他们有机会 再去四年之后 再战江湖 这个是我们最想的 那最重要的是凝聚共识 那为什么呢 撥乱反正之后凝聚共识呢 因为大家都为了建设香港 你为了建设香港 你当然要有共识 难道我为了一些事情 和你大炒大闹 然后发动民粹 然后又要我不妥你 你不妥我 那无必要 对不对 我们要去谈的 或者我们 希望在政治上 做到更加多事情 其实没问题的 我们大家谈好 用协商的方法去做 这个是重点 是不是 这个大家很清楚的了 那其实呢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都是为了继续推动呢 香港特别人政区 民主呢 稳步向前发展 我们之前其实有一个政改方案 那政改方案呢 因为所谓的泛民 反对 那我们也知道 谁在这玩事的了 是不是 就是他虽然今次当选 但是的时候 我觉得 看清楚你的面貌 一角二五仔 是不是 就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一角二五仔 我相信呢 就不会对整个大局 有任何影响的 其实今次的选举 真是希望 就是不是清一色 但是结果呢 是真是 就是清一色的 为什么是清一色 因为很多香港市民 都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我们想平稳安定 这一百三十五万的选民 去投票 有一百二十四万的选民 是投了给建制派 爱国爱港人士 那就很明显的了 香港人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 原因只有一角 我们希望呢 将来过好日子 我们不希望将来呢 为了政治在这儿真真 这个是重点来的 所以欧盟啊 那些啊 什么七大工业国啊 五眼那些 真是受胜了 那这个 就是真正的一角两制之下 去可以行稳致远 以及更加好去造福全體的香港市民 因為只有這樣的方向 我們才可以有未來 如果像西方的國家這樣 你不斷抹黑在香港所做的一切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你國家會出現這麼多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要反思的 如果每一個西方國家都沒有這個反省的話 我真的不覺得西方國家可以再輕盛下去 因為你將人民撕裂得越碎 分得越多 其實對於每個人民來說 他們生活在痛苦之中 而且你不斷被資本家侵蝕你的政治 你的政體 對於每一個國家的人民來說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香港我們也知道有地產霸權 如果你有地產霸權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其實香港會不會變得更加好呢 我就自己覺得不會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大家放下彼此的成見 互相尊重每一個國家自己的體制 無論好還是不好 我們當然期望人類都生活得非常好的 但是請不要再抹黑 如果你要抹黑 我們唯有嚴肅聲明和反對 如果你要玩我們 我們都不好意思 我們都會玩回你 因為這個是必然的 有來有往 所以我們會做很多事情 最好不要搞政治 我們好好令到全球 向著一個目標方向去發展 令到全球人民都過上好日子 這個才是重中之族 好啦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為止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和大家聊一聊 好 拜拜